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7年还在世新电影科就读的杨耀东 就因为演唱的金领奖第一集里面 比较接近情歌的校园民歌 《谁来海边》 高大俊俏的外貌 立刻引来了这个女生 很受欢迎 她成为这个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那1970年代 通常当时的民歌手 都是骑摩托车在各餐厅里面赶场 但杨耀东却很时髦 他总是开部漂亮的跑车 到处赶场 因为杨耀东的爸爸 他是远航的技师 生路比较好 所以杨耀东从小 他就开始学习小提琴跟吉他 也都有民师的指导 那当其他的民歌手 都忙着在餐厅跑场唱歌的时候 杨耀东已经可以很轻松的 教小提琴跟吉他来打工赚钱 那收入高 所以让杨耀东可以比较更重视外形 因此健康的肤色 高挺的身材 还有时髦的衣着 让他充满了跟其他男性民歌手 完全不一样的现代感 那星格唱片在1977年出版金运奖第一集 这个爆红之后 其实他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因为你知道如果只做学生歌手 其他唱片公司也都会 那大家都做校园民歌 消费者迟早会听你 其实星格唱片就把旗下五个男歌手 王孟林 李建復 施孝荣 黄大臣 还有杨耀东 这五个人 他们想要搞出一个叫做星格五虎将 再从五虎将里面挑出一个来改造 结果刚退伍的杨耀东 因为他的外形很抢颜 身高也够 所以星格唱片就挑中了他 为杨耀东筹划了第一张专辑 从此就进入到了流行音乐圈 成为摇滚乐的歌手 那在杨耀东 替杨耀东找歌的时候 就有一位从美国来到台湾的年轻人 叫做叶璇 来替他来到星格唱片 就是《毛遂之界》 制作人就挑了他 《早安晨跑》跟《小时候》这两首 可是推出来以后反应平平 反而是洪光达作词 马兆俊作曲的季节语 这个成了杨耀东后来的招牌曲 那这个叶璇 他的个性 就是开朗健谈 作风和洋派 他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那他的爸爸就是专门 以画马之名的这位将军 叶最白 那这个叶璇的两首歌都没有红 所以他就又返回美国去了 后来星格唱片 要为杨耀东筹划第二张专辑的时候 叶璇又带着这首《星期六》这首歌 这个率性而热烈的这个唱乡 重现这个猫王时代 美国酒吧的这个氛围 尤其是他这个杨耀东的身边 都有带两个这个身材曼妙的 幽浮姐妹 跟着杨耀东一起宰歌宰舞 从此杨耀东就跟王孟林 黄仲坤一样 他就摆脱了校园名歌手的包袱 顺利的进入到这个电视跟秀场来发展 当然也许有些朋友就会问 请问这个幽浮姐妹是谁 这个是杨耀东从校园名歌走入摇滚歌曲的时候 上节目的时候 他都一定会带两个辣妹当作和音天使 这个幽浮姐妹永远是站在杨耀东的后面 杨耀东如果穿红衣服 那幽浮姐妹就会穿白衣服 画面上就是两个色调 就是红与白 那这个幽浮姐妹 其实当时已经出道好几年了 他们原本是这个曹西平专属的 这个伴舞跟合音 那后来曹西平去主持节目了 他不再唱歌以后 杨耀东就立即接收了这幽浮姐妹 那他们三个人成天苦练这首 星期六这首歌 后来果然就成为杨耀东 在歌坛的代表作 那当时这个男性名歌手 转战流行音乐圈 因为黄仲坤他很帅 到现在六十多岁了 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 所以他一直有戏可以演 那王孟林他就成了这个邪心 他在秀场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口饭吃了 但是杨耀东就比较尴尬 因为你知道他退伍之后 他的身材就有一点失控了 那幸好他唱这首 星期六的时候 因为这很像那个 发福之后的猫王 所以这个杨耀东 后来杨耀东跳槽 那个东尼唱片 他唱的那个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这首歌就有点像是儿歌的歌曲 勉强还卖得动 但是因为这个就比较没有特色 慢慢的杨耀东就越来越沉寂了 不过当星期六这首歌很红的时候 杨耀东他在华市 跟这个娇娇张立民 有一个固定的电视节目 叫做娇娇星期六 那杨耀东就固定在这个短剧里面 跟张立民是搭档演出的 所以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讲 女性名歌手 像是这些蔡琴张青芳 他转战流行音乐圈 他们的歌唱生命都会比较久 但是相对的这个男性名歌手 转战流行音乐圈 大多不太顺遂了 只能出几张专辑之后 一两年之后 他们就必须走戏剧 或是主持节目这条路了